七五人有没有可能聘请德帅做首席助教来加速哈登和恩彼得的摩托速度 这是很有可能的 之前已经爆出消息了 说费能求人呢 差不多是想要动李福斯的帅位 但是我感觉这个呢 可能性不高 因为啥呢 毕竟李福斯执档率阴指下恩彼得呀 本赛季巨利MVP一步直咬 本西蒙斯呢大量不打 常规赛期间你说李福斯他怎么有责任呢 我感觉他只有工序 领军残阵 捏合住了团队 没有因为本西蒙斯他这样一种不利行径的 导致团队内部出现崩溃 不得我说这点做的远远超过史蒂夫纳斯 史蒂夫纳斯给这个李福斯呀 通俗来讲 那就团队维稳角度 提携的不配 其实这个李福斯面对的情况呢 也是相当复杂 但是你看李福斯呀 在自己的主保之下 团队还是以宁静祥和为主的 本西蒙斯这个事呢 没有说闹的那么这个不可开交的 所以这就是李福斯的功劳 呃 再结合呀 就是李福斯主帅 毕竟有冠军兵投赛 哈登 职业生涯遇到的这些多位主教练呢 他们以往当球员的时候 或许拿过冠军界了 但是在教练岗位置上 无一例外 没有一个是冠军教头 史蒂夫纳斯不也是 没有一个是冠军教头 那你要说仅仅就是让德安东 你他当主帅的话 因为他也没有冠军经验 作为教练来讲 他也没有领军带队 享受过最后的胜利 那这个我感觉就也不是特别吉利 就是这样 还得有冠军经验嘛 所以总体判断呢 不会动李福斯的帅位 但是德安东尼有必要 有没有必要来呢 很有必要来 他是詹姆斯哈登的亲子进派 而且呢 费城管理上 我没有了解 他们心里也没儿情 就是到底在谁的指挥调配纸下 谁去分配进攻战术的资源 能够最大化哈登的财等 毫无疑问呢 哈登在谁手下拿的MVP呢 那不是德安东尼吗 德安东尼注入到李福斯会下 作为一个助教 组长金贡的话 再搭配上李福斯的正观经验 他对内的伟望 统领更一世的能力 这就是两者是很完美的一种搭配吧 应该会聘请德安东尼为首席助教 差不多 接下来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